習近平他簽署了2021軍委一號命令 好 那麼他這個命令是什麼樣的命令呢 他是向全軍發布開訓動員令 提出四個深化訓練 貫徹習近平強軍精神 說確保隨時能戰 好 那麼除了中國的部分之外 我們看到現在美軍也有動作 美軍在日本特訓 主要是因為擔心共軍會偷襲九州到台灣來 所以美國陸戰隊最近就實施了一連串的演習 去年12月間在日本陸上 自衛隊位於群馬縣征東村這個地方 實施了模擬島嶼防衛的野戰演習 而日本這邊就有新聞報導 說這個演習是基於日本西南方 也就是九州到台灣 中國帶來的軍事威脅擴大 好 丁宇哥怎麼看 習近平這個什麼軍令第一號 那就是新年新希望 大家動起來動起來 事實上習近平從這個 街掌中國的總書記到軍委主席以來 他一直最擔心的就是解放軍 公安武警也有 因為有的分別屬於江澤民系統 胡錦濤系統 所以他當時推解放軍主改的時候 裁軍我印象30萬還是50萬人的時候 然後推那個軍區制 其實一直受到主力 加上中共解放軍 一直有自愁良想的習慣 都在做生意 甚至於曾經我印象是江澤民的報告書裡面講到 全中國走私裡面有五分之三是解放軍在做的 走私進來逃稅 公安不敢做 沒有 曾經有中國的海警去攔那個海軍的走私 被一炮打 把那個城打掉的 所以他們的部隊能不能戰 我都覺得一個攤 他的軍委會副主席 徐才厚這些人 一抓到家裡面載出來的現金都要十幾台 大台的軍卡去載他的美金跟歐元 我不知道是姓郭德還是徐才厚 他們家的錢被招到貪污的錢 他買了個大房在賺那個錢 那個錢可以解救希臘經濟危機兩次 你看那個錢從下面的將領供應上來 照航母的人也要供應上來 照這個075的也要供應上來 照這個軍艦都要供應上來 錢都供應上來 每一個都油滋滋的 那個船剩下多厚的乾板 什麼樣的電子系統 那個將領是會打仗還是會送錢的 所以這個是他一個體系 所以他從去年到南部戰區就講說準備打仗 然後今年新年第一號軍令 要做好隨時準備打仗 然後印度那邊有糾紛 習近平跟鄧小平一個最大的差異是 鄧小平會裝老二的哲學 慢慢的發展把他們中國弄大來 習近平是還沒有做到就先說 我有三個夢 第一個夢就是脫貧 第二個夢2027解放軍百年建軍 要在亞洲說了算 第三個夢到2049205年做世界老大 他直接講世界老大是四個字 那美國看到那我們就先從2025 Made in China中國製造把你毀掉 他就從他那邊垮掉 但是他這一個我們講aggressive 屬於侵略性的 外擴性的這一種 國家策略 形成整個亞洲很大的不安全感 那這不安全感就看到 美軍的海軍陸戰隊 我印象是第三遠征軍團吧 跟這個日本這兩年才開始加強訓練的 類似海軍陸戰隊 因為他們不用海軍陸戰隊這個名字 而且演習的科目就是針對中國解放軍 防衛的對象是從台灣到琉球這些列島 直接講明了 而日本的新政府菅義偉 他的國防相岸信夫 他的國防次相 他們都直接告訴美國 你要把台灣安全列為紅線 那他們有美日安保條約 當日本要求美國把台灣安全列為重要的事態 紅線的時候 意思就是他自己做表態 他只是藉由這樣子來表態 所以這是東北亞 到東南亞 你看到的越南強化他的軍務 馬來西亞 印尼 甚至連菲律賓都強化他的海軍 而且分別都跟日本 澳洲 美國 印度 簽訂港口可以互相補給運用的一些條約 那麼對象是誰 在南海擴張的中共解放軍 而印度本來只是參加四邊會談 他在2018年願意提升到軍事整合演習 甚至共用安達曼群島的軍事設施 原因是中印變境 中共解放軍 而這裡條件下來 台灣是站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所以我坦白講 中共習近平的這一套做法 他除了把自己經濟高垮以外 他把自由民主國家通通殺這堆 而且殺這堆 殺到連北約以前跟他很好的 出了一個NATO 2030報告書 裡面就直接講 中國以後是北約最大的威脅 中國造船重工的這個董事長 他叫做胡問民 這個人就非常重要了 比這個公安局長更重要 他是在去年的5月19號被抓的 那時候引起官場一片的震動 為什麼抓他會震動呢 因為胡問民這個人被叫做是中國航母的總設計師 其實不只是這個之前的遼寧號航母 是他一手建造的 後面的山東號他其實都有參與 也不只是航空母艦包括飛機 堅實戰鬥機包括核潛艇 包括那個中共的這個第一架這個民用 那個飛機叫做C919 那個都很有名 他全部有參與 那這個人被抓了 當時被抓了 去年兩會之前 中共兩會前被抓的時候 有講出說他有泄漏國家機密 這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這個中共航空母艦也好啦 核潛艇的有洩漏到國外 這事情很大條 不過這次正式的公布 罪名 第一個沒有落實這個中央的決策的部署 第一句話你就聽不懂了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沒有落實中央決策的部署 其實就是沒有好好的把航母搞好 但航母哪裡不好不敢講 當然不能講 對 不能講就對了 而且搞航母那一個人貪污 你要想說他污掉什麼東西 不知道污掉什麼東西了 第二個大搞迷信 原來我們之前曾經討論過 原來中共的高官其實都很迷信 都在求神拜佛 你倒台的時候就變成你的罪名 後來當然就是這個權錢交易 賄賂 社情 這個就不管他 現在這個就被視為是 因為這個中共的這種 你在這個中共的軍工企業 那麼重要的軍工企業 你去搞他這個董事長 他代表是習近平 對這個中共的軍方的紅二代動手 因為你知道搞這個航母有多值錢嗎 按照美國的估計 這個中共曾經公佈過 美國建一艘航母 光是建那個空殼航母 福特號最新的那一艘 10萬噸級到11萬噸級的150億美金 建一個空殼 然後中共很得意說 我們中國造航母只有它半價就夠了 好吧 就算你半價了 那也要七十七八十億美金 造一個空船 然後你上面如果還要加艦載飛機 人員運作所有的裝備通通加上去的話 你另外要七十億美金 就七十加七十 一百四十億美金 可是對不起 你一隻航母是不能出來作戰的 那叫航空母艦戰鬥群 航空母艦戰鬥群旁邊的五艘戰艦 水底下兩艘潛艦 航不讓加一加的 又是另外一百億 所以一艘航空母艦戰鬥群 大概兩百五十億美金 所以說這個是天大的肥水 真的耶 肥水超多的吧 對 都會被中共的所謂的紅二代 軍二代全部把持 所以這個人被抓 其實不只他被抓 包括他們的航船重工 裡面的好幾個總設計師 也被抓了 總經理 好幾個什麼所長 副所長 通通被抓了 被抓了以後 中國大陸網民在問 那我國的航母到底有沒有問題啊 肯定有 大陸網問題是大了啦